今天本县政府原定 24号早上9点半 设置于机场的快筛站就要启用 县长杨振武一早就到现场视察 没想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设验函卡快筛站马上就被拆除 县长难掩怒气 场面相当火爆 先来看一段稍早的画面 现在是怎样 全民防疫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不过金门县政府发现在金门 仍然有零星的自由行旅客 金门县长杨振武23号就表示 无论返家的乡亲或是游客的民众 如果要到金门 都要提供三天内的裁检阴性报告 但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强调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 在指挥中心成立期间 相关的防疫措施 都要依照指挥官的指示 因此认定这项公告违法 必须撤销